您好,这里是张联视野 前一段时间呢,河南传出有七家村镇银行爆雷 那个大量的储户,可能是数以万计的储户取不到钱 而且这些储户呢,实际上不仅仅限于河南 还有安徽,还有上海,还有全国各地的储户 因为这家,这七家村镇银行有一个特点 就是说呢,他们提供的利息呢,比其他的这个银行要高一些 所以说呢,他很容易稀储 而且呢,你承入的钱越多,他给予你的奖励就越多 所以导致呢,这个很多人呢,都往里面投钱 因为银行呢,在中国呢,人的心目当中呢 还是比较稳定可靠的,不像P2P的投资 不像什么基金,随时说崩了就崩了 而且崩了以后呢,你也找不到人 因为你是投资,投资有风险 这个损失你得承担 但是银行就是往里面存款 拿利息,然后再取款 就这么简单的,这也是全世界通用的规则 在瑞士,在西方 你只要存入银行的钱 你就是保证不会丢掉的 甚至无论多久 你都可以完整的取回来 连本带利息取出 但是呢,现在呢,这个中国数以万计的人呢 去到这些银行去取钱的时候 去发现他们的钱取不出来了 首先呢,在线上取不出来 然后线下去呢,也开始限制 比如说每天就几十个人取 甚至取的时候呢,只让你取一点点 等等,或者让你多次来取 有的人在那里,等了一个多月都取不出来钱 而最新的消息呢,表明呢 这七家这个陈镇银行 包括这个河南的五家 还有安徽的两家 实际上呢,都属于一个这个集团 叫做新财富 河南新财富集团 而这个新财富集团的董事者 董事长名叫吕毅 据说呢,他已经逃亡国外 而最新的消息更指出呢 他已经逃亡美国 吕毅呢,虽然是1974年出生 但是呢,这个家伙相当狡猾 他很多年以前呢 就为,就申请了塞浦路斯的国籍 这就意味着呢,他是一个国际公民 他可以呢,拿塞浦路斯的护照 自由的进出中国 不像那些拿中国护照的那些富豪 那就很惨了 而且呢,这个吕毅呢 他这个担任的新财富集团 这个董事长呢 他甚至几个月前呢 居然把他这个新财富集团呢 给注销了 也就是说呢,这个下属七家城镇银行的暴雷呢 其实都是一种必然 因为他连总行就等于总部都撤销了 然后资金也都弄走了 那当然下一步就要轮到这些银行倒霉了 而且呢,据说呢 这个资金呢,总共牵涉到大约400亿 400亿的话,想一想 如果要是每个平均每个 因为这些银行多半都在乘证 如果每家每户存1万块钱的话呢 那就是400万人可能把资金存入了这家银行 所以说呢,现在在河南很多地方 那些受到损失的存护呢 都在聚集起来 向政府讨钱 因为根据中国的银行法规定 50万元以下的存款 政府是要负担责任的 也就是说呢,你存多少 到时候连本代息 由政府来向你支付 但是到目前为止呢 河南政府还没有向任何人支付过钱 所以说呢,目前呢 这些受损失的储户呢 正在到处串联组织起来 向地方政府 尤其是银行系统 比如说中国人民银行 河南省分行 以及每个城市的支行等等 向他们施加压力 但是呢,现在看来呢 很难他们讨回账了 因为中共向来都是一个无赖 也就是说呢 你存钱到他那里可以 他说不认账就不认账 更何况呢 这些银行呢 他可以折顾说 哎呀,现在这是案子 我们正在办案 等我们把这些钱追到了 再给你们这样一拖 就是十年八年最后呢 不了了之 这都是中共的惯忌 尤其是地方政府官员 就是追回了一些钱 他们也会私下里 把他贪污腐败掉 把他花掉 而不会真正的赔偿给储户 因为这就是中国特色 另外呢 这个被中共刺激 台湾人的练习涉籍的人 越来越多 据路透社记者的这个采访 台湾的现在各种 这个射击馆呢 几乎是爆满 许多射击馆的那个 前来就是练习 这个枪支使用的 学习使用枪支的人数 都增加了 翻了两番 一般呢 都增加了三到四倍 那么台湾人 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热情呢 路透社记者呢 做出了很多的采访 这些人回答呢 第一个呢 是他们受到中共军机的刺激 因为中共军机呢 不断地绕台湾的 这个航空识别区飞行 让台湾人感觉到呢 总有一天 中共会动手打仗 而台湾人呢 享受惯了自由的生活 他们受不了 中共将来的农意 所以说呢 他们这些人呢 就开始去练习射击 不过呢 台湾呢 控枪呢 很严 不像在美国 美国呢 都是真枪实弹的设计 到任何一个设计馆 你只要带着ID 就可以进去 打个击败发子弹 打个痛痛乖乖 台湾不行 但是台湾呢 也提供了 仿真的这个器枪 就是说呢 它的功能使用啊 还有什么呢 都跟那个真枪差不多 你只要练好了 就可以将来使用真枪 无非只要换个弹甲就行了 所以说呢 这种训练也还是有效的 另外这个台湾人 现在这个练习枪法的一个原因呢 就是 俄罗斯军队入侵乌克兰 这让台湾人感到 这个 自己将来有一天也会像乌克兰人那样 受到攻击 而且呢 乌克兰人 这个打败俄军的 也给了很多台湾人信心 所以说呢 他们认为呢 只要 这个 就是练习打枪 那么将来呢 都有可能参战 只要台湾 大量的人愿意充军参战 并且拥有 射击技术 那么就能够歼灭 侵犯台湾的共军 所以说呢 这个呢 恐怕是中共 军机绕台飞行的时候 说没有想到的 对不起 我现在这个花粉过敏非常严重 各种症状都有 简直是令人非常恼火 最近一段时间 我都晕晕乎乎的 主要是因为花粉过敏 另外呢 这个 蔡英文呢 最近也正在端午节之前 视察了部队 他去 尤其是访问了一个 反装甲部队 里面的官兵呢 都装备着这个反装甲火箭 蔡英文甚至亲自 扛了一把 这个装甲火箭 这是台湾自己制造的 用于对付中共的装甲车呢 据说呢 又轻便又灵巧 而且蔡英文都能扛得动 可以想见 普通士兵 随随便便都可以扛一个 连这个 连这个导弹 火箭发射筒和火箭本身 我估计可以再背个两三发 这样一来呢 共军即便是 把大量的这个舰艇 开往台湾 即使呢 派遣大量的装甲车登陆 估计也挡不住台军的这些反装甲火箭 这表明呢 台湾人越来越有信心 抵抗中共的侵略 捍卫自由 因为拥有自由 你才是个人 失去了自由 你就只能成为一头牛马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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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